可是古往今来,真正敢放心头血的郎中有几个呀? 看你年纪轻轻,我们就不和你计较了,但是你要知道啊,就算是我们,也没人能说可以放病人心头血,还保其活命的。 不行,这个治疗方法绝不可取,少城主若是被放心头血,那还得了。 一句话,人,救,还是不救? 救,除了是本王丹致。 楚颖越面无表情点头,然后转身。 为了保护患者隐私,你们所有人都出去。 紧接着,他在薛玉身上的十八个穴道上分别扎入了金针,眼瞧着血里的紫色,渐渐褪去。 他立刻伸出手,去拔薛玉身上的金针,当最后一根金针拔掉,薛玉的眼睛猛地睁了开来。 你是谁? 薛绍成竹,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的。 薛玉正了一下,薛绍成竹体内的毒刚解,不过最后一点余瘤,在你亢奋的某处。 我先出去,你自行解毒吧。 楚颖越说完,扭头就走了。 薛玉静静躺了一会儿,这才慢慢坐起身。 门很快打开,薛玉换上了一身宝蓝色长袍。 他的目光在前方一扫,很快锁定了楚颖越,接着目光灼灼地朝起走了过去。 这位公子,不知如何称呼? 楚颖越。 楚颖越,这个名字…… 薛玉皱眉,还没想到答案,就见叶厉成大步走出,一把搂住了楚颖越的腰。 楚颖越,本王的王妃。 薛玉脸色变了变,一旁的薛翘,则是激动地跑到了楚颖越的面前。 你就是那个,正着王墓恩惠,逼着陛下赐婚要嫁给叶厉成,差点把叶厉成气死的楚颖越? 是,只是可惜,竟然没把叶厉成气死。 看来这位成王爷的脸皮终究是太厚了,不然怎会不归西而去? 楚颖越,你是不是忘了你的身份? 楚颖越,你可真厉害,竟然能把叶厉成气成这个样子,从今天起,你就是翘翘的偶像了。 徐巧,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? 叶厉成的手被突然扒开,楚颖越往侧走了一步,成王似乎也没明白自己在做什么。 成王妃已丧生于一场大火之中,现在站在成王面前的,不过是和成王妃同名同姓的,医者,楚颖越。 你,楚颖越,你早就在打这个主意是吧,你知道在晚城,本王无论如何都动不了你。 不然呢,王爷要不把我关进牢里。 叶厉成深吸了一口气,接着,豁然转身。 走,去看看其他患者。 楚颖越抬一脚跟上,还没走到院门口,薛鞘已经跟了上来。 楚姐姐,你真的不是成王妃了? 是啊,我现在就是叶厉成身边一打杂的。 哇,叶厉成果然很没有眼光哎。 是,他的确很没眼光,望着貌美如花还会医术的本姑娘不喜欢,偏偏喜欢林婉月那个绿叉镖。 什么?林婉月还没死呢? 她没事就跳河,没事就挂白领。 我还道,总有一日她和夜路走多闭自闭呢。 哼,还没死,在成王的庇护下活得好好的,而且孩子都有了。 我天,楚姐姐,还好楚姐姐已经不是成王妃了。 叶厉成这样的大渣男,可配不上楚姐姐。 楚姐姐,你瞧瞧,我大哥如何? 少城主? 楚隐月下意识朝着薛玉看去,却见男人正用一种充满野性的目光看着他。 少城主,极好。 比起叶厉成呢? 一个天,一个地。 嗯,叶厉成是地上的那个。 是吧是吧,我就说过,我大哥比叶厉成好了一百倍都不止。 楚姐姐,你要不要当我少? 薛俏,过了。 叶厉成搂着楚隐月,像是在宣告主权。 薛俞,薛俏今年也十七了吧,该嫁人了。 薛俞耸肩,目光却是落在楚隐月的脸上。 成竹府也不是养不起一个丫头,俏俏要不要嫁人,这都无关紧要。 如果王爷要一直这样搂着我,那我便也不要给人看病了,索性就天天待在王爷的怀里如何? 楚隐月,你在威胁本王。 所以,我威胁得很不明显。 叶厉成额头上顿时青筋暴起,半晌,他冷冷一哼,放开了楚隐月。 女人,那就请你好好做好,自己分内的工作。 薛俏更加亢奋了,蹦到楚隐月身边,抬手反着他。 楚姐姐,你太厉害了,想来只有叶厉成让人吃饼的份,我可从来没有见过他吃饼。 你很厉害。 那是。 哼,那些个女人,一看到叶厉成就走不动路了,我实在不知道他们看中了叶厉成哪一点。 图他有钱有盐呗。 有钱有盐,也算优点? 嗯,好吧,也算。 毕竟叶厉成除了有钱有盐之外,我还真想不出他有什么优点了。 薛俏闭嘴。 薛俏再次闭上了嘴巴,却是逗得楚隐月笑银如花。 薛俏看着楚隐月,顿时双目发症。 哦,楚姐姐,你也太好看了吧。 嗯,只是,你脸上这伤,谁干的呀? 这伤,乃是拜王爷所赐。 晚成的患者大多集中在城南区域,为了防止传染,只有楚隐月和叶厉成进去查探。 大约两住相时间,两人便出来了。 楚姑娘,里面情况如何了? 的确是瘟疫,不过这一波并非是变异病毒,而是和最早苏承的瘟疫一样。 病人们的情况都很稳定,隔离区域没什么问题,现在重点是要找到污染源。 楚隐月,看向叶厉成。 方才我询问了患者,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,那就是供饮一处水源。 接着,楚隐月又看向薛玉。 少城主,承熙古井,可否带我走一趟? 可以。 承熙的古井,如今还在正常使用。 楚隐月一行到达时,正好遇到一个老妇人,打了一桶水上来。 楚隐月,目光在古井周围挪动,很快一顿。 楚隐月蹲下身,拨开蚂蚁的尸体,发现了一团粉红色的粘稠物。 这是,玫瑰花酿。 楚隐月看向老妇人。 婶婶可知这玫瑰花酿,从何处而来? 城外十里处,有一竹林,那里有一个姓水的姑娘,专门做玫瑰花酿拿来卖。 水? 楚隐月心痛一跳,他下意识朝着叶丽成看去,果然,但见他神色沉沉。 陈锋,拒保本王的城池进了。 叶丽成骑在城池身上,一马当前,很快便没来松霓。 等楚隐月等人到达目的地时,第一眼,就看到了站在竹林里的叶丽成。 只见竹屋前,一名穿着担子长裙,眉目温婉清秀的女人,正在捣鼓玫瑰花瓣。 就见到叶丽成,突然大步朝着女子走了过去。 赤儿,真的是你? 男人冷峻的脸上涌上淡淡的红色,显然是情绪激动所致。 她贪婪地呼吸着。 彻尔,我终于找到了你。 你,你是谁? 我是叶丽成。 彻尔,如今我们再也不分开了。 叶丽成霸道地将她搂着,丝毫没有放手的意思。 那种浓烈的情愫让楚隐月心头一阵顿痛。 楚隐月深吸了一口气,然后走上前去。 王爷,这周遭一户人家也无,竹林之中突然多了个水果鸟,其中一云,不可忽略。 什么意愿? 楚隐月,认清你自己的身份,就凭你,也配怀于本王的车啊。 这时,薛玉大步上前。 承王,楚姑娘说得对。 这个女人出现在这里,疑团重重。 身为承王,你总得问清楚吧。 楚隐月,你还真的是好本事。 才来婉成,就勾搭上了薛玉这位少城主,本王就不该带你来婉成。 您大可放心,待婉成瘟疫完全消失,我自会离开。 叶丽成,我可没有忘记我们之间的约定。 这时,紫衣女子扭头看向叶丽成。 你,你认识我是不是?你叫我彻尔,我忘了我是谁。 三个月前,我被阿迪阿妈救了,半个月前,他们得兵没了,我把他们葬在了木屋后面。 彻尔,我来告诉你你是谁。你叫水清彻尔,是我叶丽成的一生治安。 你,你喜欢我,你和我是什么关系? 叶丽成,下意识瞥了一眼楚颖月,很快挪开眼,看着水清彻尔,回答。 彻尔,我是你的夫君。 楚颖月身体一晃,突然觉得,眼前的画面是偌大的讽刺。 她豁然转身,走向马车。 每一步落地,双腿上都似灌着千亿半重。 楚颖月坐上马车,慢慢闭上了眼睛,手却突然被人拉住。 睁眼一看,薛翘正一脸认真地看着她。 楚姐姐,你不要伤心,没了叶丽成这个渣男,你还有我哥呢。 我发誓,我哥绝对比叶丽成好,我哥都二十七了,还是个楚男呢。 薛翘话音刚落,就见车帘被人撩起。 薛玉阴沉着脸,看着薛翘。 薛翘,你找死是不是? 薛翘怕怕地往楚颖月身后一躲。 薛翘月则捂着嘴,艳丽低笑了起来。 薛翘脸上的怒意陡然消失,捂住胸口,心跳好快。 很快,楚颖月跟着回了王府别院,她刚走进主院,就看到房间里丢了个包裹出来。 楚颖月,你住旁边的房间,主屋给车儿住。 对了,从现在起你还有一个身份,就是车儿的丫鬟。 你必须把车儿照顾好了,如果出了问题,本王拿你试问。 哼,叶丽成,我答应你的事情里面,可没有给水清车当丫鬟这一条。 以前没有,现在有了。 楚颖月,规矩是本王定的,你若是不满意,本王就派人把你送回车王府。 以后你就住在金丝院里,别回了。 行啊,叶丽成,不就是当水清车的丫鬟吗? 我没问题。 楚颖月把包裹拿在偏方放好,就看到叶丽成大步朝他走了过来。 楚颖月,你怎么这么磨叽? 车儿要沐浴,你进去伺候车儿。 本王警告你,你可不要耍什么花招。 要是车儿出事,本王和你没完。 楚颖月抿着唇,一言不发,走进了房间里。 她关上房门,走向水清车。 水姑娘,我来给你脱衣吧。 楚颖月走到水清车身后,伺候着她脱了衣服。 楚颖月在浴桶里,给水清车撒上了花瓣,然后伸出手,帮她按摩肩膀。 这时,水清车突然仰头朝她看了过来。 楚颖月,你瞧你,都成为陈王妃了,可是还是斗不过我。 楚颖月动作一顿,水清车继续笑,笑容有些妩媚,和她一路上展现出来的温婉,相差甚远。 楚颖月,你知道吗?我没有失忆。 楚颖月心头一紧,她深吸了一口气,快速调整了自己的呼吸。 你是否失忆?没有必要告诉我,我没有兴趣。 你没有兴趣?那你,难道对我为什么要装失忆,也没有兴趣吗? 没有。 真的吗?哼,你倒是个聪明的女人,可是,你还是斗不过我。 你还记得你死掉的那个孩子吗?你把她埋了是不是?可是我呢,我找人把她挖了出来,然后用刀子剁碎,去喂了街上的野狗。 你,这不可能。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?你知道王爷把那个野种葬在哪儿了吗?她埋在了她的主院里?哼哼,我找人,把刀挖了出来。 水清车,我杀了你。 下一刻,砰的一声,门开。 楚颖月,你在做什么? 然后急急忙忙把水里的水清车捞了起来。 车儿,你没事吧? 水清车咳嗽了一阵,半晌,才双目迷茫地看着叶丽诚。 王爷,我做错什么了吗?为什么楚姐姐要杀我? 叶丽诚气得呲牙欲裂,双目通红。 她先是把水清车从水里抱了出来,这才走向楚颖月。 楚颖月?你是完全不把本王的话放在心里是吧? 本王刚刚说了什么? 你要是敢动本王的车儿,本王定会让你生不如死。 叶丽诚拉着楚颖月,将她直接丢入了浴桶里。 水瞬间淹没了楚颖月,正要起身,叶丽诚的手已经摁了下来。 她在水里苦苦挣扎,眼见水面波浪不断翻滚。 就在即将昏迷之际,叶丽诚换过了她,把她拎了起来。 楚颖月捂着胸口,剧烈咳嗽,好半场才找回自己的神志。 叶丽诚,你就不问问我,为什么想杀她吗? 还能为什么? 楚颖月,你这个女人做什么疯狂的事情,都不奇怪。 哼,叶丽诚,水清车说她根本就没有失忆,她说,她把我们的孩子挖出来问了狗。 楚颖月,是你杀了我们的孩子,现在她已经死了,你还想要利用她,利用她让我和彻儿之间产生嫌隙。 楚颖月,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女人? 是啊,叶丽诚,你说得对,我就是这么狠心,这么恶毒,就连我死掉的孩子都不放过。 叶丽诚显然是默许了楚颖月的话,这一次她却没有挣扎, 游着叶丽诚,把自己一次一次地往水里摁。 终于,楚颖筋疲力尽地被叶丽诚捞起来,丢在了地上。 楚颖月迷迷糊糊睁开眼。 叶丽诚,你还真的是眼吗?心虾? 楚颖月在地上喘了一会儿气,然后拖着破败的身体,疲惫地回了房间。 她没有力气换衣服,直接倒头就睡。 迷迷糊糊间,她听到了薛翘的声音。 啊,楚姐姐,你生病了,我去找我大哥过来。 紧接着,就是叶丽诚的怒吼。 薛颖,你干什么? 楚颖月是本王的女人,你敢带走? 哼,本王不要了又如何? 就算本王不要,那他也是本王不要的垃圾,也轮不到你薛颖来管。 薛颖,你想和本王动你吗? 再紧接着,就是刀剑相碰的声音。 不知道过了多久,楚颖月慢慢睁开了眼睛。 哎,楚姐姐,你可算是醒了。 你身体怎么样,舒服吗? 薛颖呢? 我大哥他受伤了。 扶我起来,我去看看他,话刚落。 就被人踢开了。 楚颖月,你想去看薛颖,你做梦? 叶丽诚沉着脸朝着楚颖月走来,一把推开了想要阻挡的薛颖,然后用手狠狠掐住了楚颖月的下巴。 本王告诉你,你生是本王的奴,死了也是本王的鬼。 想要找薛颖,永远不可能。 一旁的薛颖直接被吓哭了,叶丽诚被楚颖月盯着,一时之间竟是有些心里发愁。 他下意识,缓缓放开了钳制住楚颖月的五指,正要说话,门外,水清澈,缓缓走了进来。 王爷,车儿来看看楚姐姐。 叶丽诚不等水清澈靠近,就已经火急火燎地走过去扶住了他。 车儿你来干什么? 这间屋子晦气,你少来。 话落,不由分说,护着水清澈就往外走。 楚颖月看着叶丽诚小心翼翼的样子,和对待自己时形成鲜明对比。 他微微勾唇。 叶丽诚。 叶丽诚脚步一顿,连头都没有回。 叶丽诚,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死了,你会不会有那么一丁点的难过? 不会,一条狗而已,死了就死了。 嗯,我知道了,一条狗而已。 叶丽诚,我楚颖月陪了你那么久,经历了那么多,几次为你险些大伤性命,可是最后,却坏了你一句,一条狗而已。 叶丽诚,我知道你眼盲心虾,其实你比任何人都清醒。 你知道你心之所爱,所以才会对我,或留一丝余地。 朱姐姐,你别难过,我保证,我大哥比眼力成好一万倍。 好又如何呢? 翘翘,我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碍谁了。 楚颖月抬手,擦掉眼泪,在床上躺了一阵,然后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。 走吧,我去看看,今天晚上的病患,有没有减少。 薛翘没有防护工具,楚颖月没有让她跟着进入,自己一人便走了进去。 隔离区域的情况,比起之前已经有了些许好转,楚颖月查看了一周,便回了。 这次完成瘟疫,和上次军营的瘟疫一样,都没有找到真正的零号病人,也就是污染源。 正想着,楚颖月的头,突然撞上了一个坚硬的胸膛。 少城主,少城主,你手上的伤,如何了? 不爱,我听俏俏说,叶丽诚又欺负你了。 没有的事。 银月,你跟我回城主府吧,叶丽诚那边你不用管。 我会亲自上奏请旨,让陛下把你赐给我。 徐宇,你敢。 叶丽诚阴沉着脸,大步朝着楚颖月走来,接着,抬手搂住了她的肩膀。 薛宇,你愉悦了。 叶丽诚,只要我薛宇愿意,在这世界上,便没有我抢不过来的人。 那你试试。 楚颖月,谢谢少城主维护。 不过少城主,你的好意楚颖月心灵了,即便要离开城主府,楚颖月也可以靠自己离开。 好,不愧是我薛宇看上的女人。 我等你离开城王府的那一天。 而叶丽诚则是双目通红,怒火中烧。 他一言不发地拉着楚颖月便上了马车。 回王府别愿。 马车掉头,缓缓离开。 就在马车转过一个街角时,叶丽诚猛地伸出手,将楚颖月抵在了马车后靠之上。 楚颖月,你很得意是不是?竟然引得薛宇为你争风吃醋。 王爷说笑,今日前来城南,不过是做隐约分内之事。 查看病情,隐约有何过错? 哼,你都是会转移话题。 查看病情? 那为什么薛宇会在这里等你? 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呢? 叶丽诚。 更何况叶丽诚率先不管住自己下半身的,难道不是你吗? 你什么意思? 楚颖月眼眸微深,他抬起双腿,缠住叶丽诚的腰。 我的意思是,王爷既然都管不住自己,便不要来管我,是否管得住自己了。 你…… 楚颖月,你果然浪当至极。 哦,王爷,第一天知道。 是,本王确实不是第一次知道,既然如此,你肯定不介意好好伺候本王。 马车缓缓向前行驶,马车里喘息交错,很快,马车停下,叶丽诚撩起车帘,率先跳出。 楚颖月摁着衣领,随之跟了下去,刚一下地,一道带着哭腔的声音,就从前方响了起来。 我……王爷,你……您和楚颖月…… 叶丽诚,抖然脸色一变,他赶紧大步而上,伸手搂住了水清澈的腰。 车儿,我……我…… 王爷,您不用解释。 王爷,车儿知道,车儿不会是王爷唯一的女。 但是王爷,你答应车儿好不好,永远要把车儿放在心上。 抱歉,车儿,我叶丽诚对天发誓,我不仅是把车儿女永远放在心上,而是我叶丽诚的心里,永永远远,只爱车儿女一人。 楚颖月站在原地,抬头看着自己面前的男女,真是好一对天造地设的碧人呢。 楚颖月深吸了一口气,然后面无表情地,抬脚往里走,还没走到门口,就被叶丽诚,抬手拦住。 陈锋,带她从后门进去,最西边的小院给她腾出来。 以后没有本王的允许,她不许出现在王府别院的其他位置,以免脏了车儿的眼睛。 是,王爷。 僧?叶丽诚,你以为,是谁把我变得那么脏的呢? 一句话落下,楚颖月豁然起身,背影笔直,略带着几分倔强,离开。 叶丽诚给楚颖月安排的西边小院,又破又脏。 楚颖月进去后,陈锋找来了几个别院家丁,安排了打扫事宜,便回去复命了。 陈锋一走,家丁们的目光就落在了楚颖月身上。 王爷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。 什么不一样呢?还不是一个破烂货? 现在王爷有水姑娘了,那才是像仙女一般的人啊。 有了水姑娘,谁还看得上她呀? 说的也是,不过我听说呀,王爷这位被废的王妃床上功夫极好。 王爷也常常骂她浪荡,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 是不是真的?你还看不出来吗? 看看她脖子上。 老子也很想尝尝啊。 楚颖月找了一根凳子坐下,面无表情地接受几名家丁的打量。 半晌,她朝着他们的方向勾了勾手,对着那位说她也想尝的家丁,嘀嘀一笑。 过来。 楚姑娘何事啊? 你不是说你想要尝尝吗? 过来。 呦,快去快去,你这小子有口福了。 不错不错,好好表现,让我们也有点眼福啊,赶紧解腰带准备好啊。 一脸激动地朝着楚颖月走了过去,低头,男人乖乖低下了头,就在男人的下巴搁在她肩膀上时,她魅惑的眼睛突然变成了毒蛇一般冷漠的眼神。 紧接着,金针在手,把男人头顶死穴狠狠刺入。 你,你这个女人,你杀了她? 楚颖月站起身。 是啊,我杀了她,那又如何呢?你们若再多说一句,我便让你们也下地狱。 天哪,这个女人疯了,快,快去找王爷。 夜里成道的时候,楚颖月正翘着二郎腿坐在一张椅子上,脚边就是她杀了的男人。 楚颖月,人是你杀的? 是啊,是我杀的,王爷要如何? 夜里成走上前,抬手扣住了楚颖月的手腕。 楚颖月,谁给你这个胆子杀人的? 楚颖月脱掉鞋子,脚尖本直抬起,一点点撩拨着男人。 王爷,我一直都有这个胆子杀人啊,人若犯我,我必杀之。 王爷之所以不知道,是因为王爷你是那个犯了我,我却还不想杀的意外呢。 一瞬之间,夜里成似被带入了一片红黑交错的地狱。 他说,他犯了她,他却不想杀她,是因为她是那个意外。 你,楚颖月,你怎么能跟王爷这么说话?你不想杀?意思是,其实你也对王爷出现过杀机,你知不知道,你这可是杀主的大嘴? 紧接着,一双手环绕住了夜里成的腰,后背也贴上了水清澈的脸颊。 他显然是在哭,他转身,直接将水清澈打横抱起。 楚颖月,杀人乃是大嘴,从今日起禁足此愿,未得本王隐许,不得随意出入。 至于地上之人,通知其家属,好好安葬。 夜里成抱着水清澈,毫不犹豫转身。 夜里成,我楚颖月,到底是哪里比不上水清澈? 夜里成脚步一顿,头也不回。 楚颖月,你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,比得上本王的车啊。 话落,夜里成立刻大步离去。 楚颖月转身回了房间,坐在漆黑的角落里,却是心痛得难以呼吸。 夜,渐渐伸了下来。 突然间,门开。 陈锋手里拎着一个石盒,站在了门口,紧接着,匆匆朝着楚颖月走来。 王,楚姑娘,抱歉,春风来晚了。 带了什么好吃的? 香酥鸡,还有莲子粥。 挺好。 楚颖月掰了个鸡腿,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。 半碗莲子粥下肚,楚颖月也觉得差不多了。 还想说什么? 楚姑娘,有一件事,属下实在不知找谁去说。 嗯?说来听听。 属下觉得,这个水姑娘,不太对劲。 嗯,怎么个不对劲法? 其实,王爷一直在暗中寻找水姑娘。 这件事,是由属下经手,属下自然知道。 可是,找了近两年,却都无从所获。 如今水姑娘这样突然冒出来,怎么想,怎么觉得奇怪。 最重要的是,最重要的是,今晚,我亲眼看到水姑娘偷偷放飞了一只白鸽。 白鸽往承熙的方向去了,属下想追上去,可是夜色深深,属下没有追到。 哼,看来,他背后的确有人。 你想想,我们是如何搭上水清车这条线索的? 乃是因为城南瘟疫,然后瘟疫指向古井,古井边的玫瑰花酿指向了竹林,这才让夜历程找到了水清车。 陈锋,你有没有想过,如果这一切都不是巧合,那么,晚成瘟疫,隐夜历程前来,会不会本就是一个局? 陈锋的脸色,也瞬间难看了下来,楚隐月说的,不无道理。 那水姑娘…… 水清车,便是这局中最重要的一环,不过它出现的目的为何,我还不知道。 陈锋,能不能帮我一个忙? 楚姑娘请说。 秘密送我出城,前往那片竹林。 可是楚姑娘,若您探案不回,属下担心王爷…… 放心,天亮之前,我一定回来。 另外,能否帮我联系一下薛玉? 之所以联系薛玉,乃是因为晚成之中,迷雾重重。 水清车机然置身棋局之中,背后恐怕有一股不弱的力量。 陈锋的办事效率很快,找了一匹马,让楚隐月在城门口等候不久。 薛玉便骑着一匹黑色骏马,自远处而来。 楚姑娘,你莫不是要找薛某私奔啊? 自然不是,想要请少成主你帮我一个小忙。 说着,楚隐月嘴角不由地勾起了一个邪魅的弧度,夜半蛙尸。 不知道,少成主敢不敢。 薛玉盯着楚隐月的脸,明明脸上有一道那么长的伤口,可是却仍旧不影响她的绝艳。 有美人相伴,岂有不敢的道理。 走吧,少成主。 楚隐月和薛玉两人一前一后,纵马飞驰。 很快,便来到了水清澈第一次露面的竹林里,从马背上跳下,直接往木屋后走去。 当初夜里程找到水清澈的时候,水清澈说过,收养她的养父母于半月前得了瘟疫死掉了,就葬在这木屋后。 木屋后,昏暗的光线里,隐月可见两个鼓起来的坟墓。 你要挖水清澈养父母的坟? 是,薛玉默默看着楚隐月,确定她真的毫不畏惧后,这才走到她身边,开始动手挖坟。 两具尸体已经被楚隐月和薛玉挖了出来,在两具尸体面前蹲下后,还一阵摆弄。 半晌,楚隐月抬起头来。 这两人不是死于半月前,而是死于一个半月前。 另外,他们的死因也并非是瘟疫,而是被杀。 楚隐月指了指两人的喉咙,都是一刀毙命。 可你刚刚说,这一对夫妻乃是死于瘟疫? 没错,换而言之,水清澈在这件事上说了谎。 薛玉,我和叶丽诚的关系特殊,她也从不信我。 所以这件事我想,能不能麻烦你或者城主大人,告知叶丽诚,水清澈如今出现,用这种方式回到叶丽诚身边,绝对不简单。 没问题,等我送你回去,我便通知父亲前来。 小心! 与此同时,嗖的一声,一根羽箭,陡然扎入了楚隐月刚刚的位置。 薛玉将楚隐月护在身后,伸手拔出腰间长剑。 哼,看来这个水清澈果然很有问题啊。 瞧,她背后的狗子们坐不住了。 啥? 主子说过,断然不能让他们发现水姑娘有问题。 不要留活口。 黑雪! 下一刻,黑色的骏马陡然朝她奔来。 薛玉抱着楚隐月翻身而上。 黑雪速度极快,一记绝尘,快速奔出主意。 黑雪刚跑至山头,便突然一个猎气,人和马一同摔在了地面上。 发出一阵嘶鸣之后,喉吐白沫,瞪眼而亡。 黑雪! 像这样的战马和城池一样,几乎是从小就陪着主人长大的。 薛玉,抱歉。 薛玉闭上眼睛,掩盖了心头难过,很快起身。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 她看向山下,十几道黑影正疯狂赶来。 楚隐月,走。 薛玉带着楚隐月急切下山,然而下山之路竟也被十几个黑衣人封死了。 她再往右行,右方也是无路。 唯一有路之处,便是左侧。 走! 然而,走到尽头,左侧却是一湍急瀑布,瀑布在下,追兵在后。 楚隐月,可敢舍命陪我。 薛玉,是我把你拉入绝境,你能舍命救我,我如何不能舍命陪你? 好。 两人双手相握,纵身跳下。 半月后,晚成,王府别愿。 叶丽城坐在书桌之后,一脸阴沉地看着面前的尘封。 这时,房门外,水清澈端着茶盘走了进来,看着叶丽城,他脸上立刻露出了温婉甜静的微笑。 王爷切莫着急,以赤儿之间,或许楚姐姐并不是失踪了。